哈喽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Podcast 我是波翔 那时序呢 现在已经来到了年终七月 那我们在这次今年的暑假 就像是我前几集有提到的 有非常多精彩的展览 也正在热烈的展开当中 那其中有一档呢 是我今年期待非常非常久 因为我从可能从去年年底 就有听到了相关的消息 就一路起到年终 很幸运的也可以先一读为快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在Follow 我们建筑家的Instagram的话 应该已经有看到一系列的图 那这个活动呢 就是由中泰美术馆所举办的 挑战安藤忠雄展 那这场展览呢 当然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以安藤忠雄为主角 给各位的观者 叙说就是他职业到现在 他的整个就是专案的类型 专案的一些经历 那我觉得对于很多 不管是建筑人或是非建筑人也好 那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视觉冲击 因为真的是把他的作品 给收集得非常非常的精实 就不管是他的手绘稿 他的一些事工的图面 甚至在现场还有一个1比1的光之教堂 所以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不能错过的一档展览 那这档展览会一路持续到9月底 所以大家有很充裕的时间可以一看再看 一路看下去 大家听到这样的开头应该就知道说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 当然就是一定是以这个展览为主题 那我们也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中泰美术馆的两位非常重要的角色 来到我们节目中 他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展览 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陈诗丹跟李燕山 哈喽你们好 哈喽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那我相信其实大家听众们 因为都是建筑相关人为主居多 所以应该对于中泰美术馆不太陌生 因为他们其实曾经从十几年前开始 其实陆陆续续在台北就举办了很多 一个跟城市啊跟都市 跟建筑相关的展览 那其实不只是建筑 它其实对于美术相关的展览 其实也一直都有 算是交替交替的周展处 我觉得算是在整个城市里面 带入一个很新的气息 那这个美术馆它其实坐落在台北北科旁边 对 那从中泰新生站走路过去 大概是差不多10到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抵达 算是在一个很道中取静的地方吧 我觉得那就是真的每次只要 一看到那一扇绿色的大门之后 一进去的时候就会就是 好像闯进了一个新的奇幻的世界 那中泰美术馆呢 它是从2017年开始 没有记错吧 2016 2016 少计人一起 差不多快一期了 对 2016年创办了之后呢 就一路到了现在 那其实也陆陆续续有举办过 非常多的讲座也好 其实之前也有邀请过 安城忠雄来进行一个讲座嘛 对 那今年可以把这样子展览 给带到台湾来 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 那所以我们这一节节目 就要来好好聊聊相关的 举办这个展览背后的秘星 秘星 花絮 好的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那先请斯安跟大家 听众们大概自我介绍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中泰美术馆 通常教育组的主长斯安 对 那很开心 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展览 那其实 在这个展览里面 我做的工作主要是展览统筹 还有行销推广的统筹这样子 对 然后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 跟这个展览有关的一些故事 嗯 好 那燕山 哈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泰美术馆的媒体公关 李燕山 那我的工作的话 其实公关可能一般 就一般人理解来说 就是可能像是媒体的一些接待联系 或者是像办记者会这些内容 都是我的职责范围 那可能在 呃 对外来说 可能大家还是会蛮好奇的 公关在一档展览里面 他会做到哪些工作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细细分享 嗯 好的 那其实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邀请过Archicat来我们节目中 讨论过关策展相关的内容 那其实策展是一个面向 因为一个展览的要完成 其实前面有非常多的前置作业 那要让世人们知道 说有这样展览的存在 那其实就会需要像是媒体公关啊 或者是其他像是展览统筹相关的工作去进行 然后让借由媒体把这个资讯给传递给大众 对 所以我觉得算是 大家可以多多听听 进行一个展览中不一样的面向 对 好的 那要不要跟 就是先请三个大家分享看看 就是在于 展览统筹这方面 大概会进行什么样的工作呢 好 那其实这次 因为安藤展算是 我们美术馆历年以来 我觉得算是最大的一次的展览 就是相较过往 我们在美术馆自办的一些展览 那这次我们其实重抽有两位 对 一位是我们展览组的同事 然后一位是推广教育组的同事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展览 它的规模比较大 所以我们会用双统筹的方式来进行 那比较展物面的部分 其实就会由展览组的同事协助 那其实在展览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 比如说票物啊 现场营运啊 或者是行销推广 甚至是可能有一些赞助的合作 其实就会是需要另外一个同事 或是另外一个团队的组员来帮忙支持 对 那我觉得在这次的统筹里面 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能跟日方 来做一个沟通 因为其实疫情的关系 我们根本不可能见面 所以年第一次我们的相见欢 都是线上的方式 对 除了老师在19年曾经本人来之外 那因为这次的轴办 其实从我们开始预计要做这个展览 其实就已经进入那个疫情的期间 所以大概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每个礼拜线上会议的方式 对那我觉得日方其实 非常的支持这个展览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会以为说 会不会就是日方把资料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 其实没有 我们是每个礼拜开会 每个礼拜 然后由策展顾问 跟我们的日方的团队 就是安藤事务所的同仁们 然后我们一起去讨论一些展览的进度 对那因为其实这次展览 因为是在松岩嘛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古迹空间 所以相较其实在展望方面 就会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你要克服很多那个空间 不能执行的方式 比如说不能钉 不能不能 不能粘 对不能粘的东西 所以就很辛苦 然后又有很多愿望 比如说我们很想要 一比一这个事情 那就会变成是需要 跟日方很多的沟通 去完成这件事 那除此之外 除了跟日方之外 其实我觉得这次 还有蛮大一部分 是我们有很多合作单位 对那像这次主要 我们有合作的像 松山文创园区还有设计研究院 其实都需要跟他们做很多的讨论 去呈现出我们最好的 比如不管是场地 或者是串联的活动 那也包含就是我们这次 其实也有跟UDN 就是联合数位文创一起合作 因为其实过往美术馆的展览 大家可以想象 美术馆的展览 就是比较致视化 我们就会到美术馆买票 然后进场参观 可是像是安藤忠雄 像这样子的 比较算是在 我们美术馆以外的长运 你就要去思考说 那行销跟票物 跟等等的东西 是不是就有所补充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 比较特别是 找UDN一起合作 来帮我们强化这个部分 让我们可以 更快进入状况 或是跟他们 一起去学习最好的行销 或者是一些票物的操作 那宴三等一下 这个部分应该也可以再补充 是 那么宴三就接续 说说你在媒体公开方面的话 如何进行呢 其实我说实话 我蛮好奇就是 大家怎么看 公关这件事情 我蛮好奇 我想要问博小 是公关的话 就我接触感觉起来的话 应该就是 算是就是 美术馆对外的窗口吧 对 对就是变成说 去负责跟 大家就是媒体的人们 去说 有这档展览 然后会有一些 致视的新闻稿 或是一些相关的 照片的素材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 把这项资讯给投递出去 那同时还要去联络 这些媒体人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像是开幕的 像记者会啊 对对对 等等的活动 然后去统筹 让大家就可以 来了之后是 制造了说 要找谁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进行这样子 等等的吧 对 这其实 说实话是 媒体公关的 大概一小部分 大概一小部分 对对对 其实 其实我有把 媒体公关 做过一个定义 我觉得媒体公关的角色 对于一个 关锁来说 是一个 sensor 他就是 帮关锁 或者是帮一个品牌 去探测外面的一些动向 那他把这些动向 再传回去 给 关锁品牌 然后 品牌有 像刚刚博翔有提到的说 有一些讯息 要对外发布 那我们就是 再发布出去 那探测动向的话 其实就是所谓的 比如说像是 风险管理 舆情控制 这一块 那其实在每一档展览 之前 我们都会做这件事 我们会先搜集 可能一些关键字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 需要去 避免的事情 等等的 那这些是 所谓的前期 那刚刚博翔提到了说 可能联系媒体 然后开始准备一些 新闻稿的发布啊 甚至是举办到 记者会 这些已经是中期 那其实后期的话 可能就还是会有 持续的一些 媒体采访的规划 或者是 协助安排 等等的 然后还有可能像是 媒体的报道 录出等等的 这些都会是 我的工作 指责范围 但不会言的 就是 绝大部分的工作 都会是跟 媒体 在 缓缓 是 对对对对 然后 工作最重的时期 应该就是所谓 记者会那一段时间 开展前 对 开展前 一点点的那个 一个月或是几周内 对对对 很密集的大爆发 很可怕 很可怕 爆炸 爆炸量 因为毕竟你变成说 你其实对于本身 展览也要非常的熟悉嘛 然后也同时对于 如何把这个 这项资讯 转移到 变成是大众 可以接受的 的内容 这其实是要 经营很多的巧思 对 而且就不只是 嘴巴上到书 而且是要变成文字 我觉得变成文字 这件事情 对于现代人来说 其实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因为 其实说实话 每一档展览 像 我们自己本馆的展览 可能会有像是 那种比较当代艺术 那像现在有一档展 是 深深展 Lives 它是我们五周年的展 那这档展 它是当代艺术 可是它又是当代艺术里面 可能在探讨 比如说 科技艺术 或生物艺术的 这种内容 那其实说实话 你提出生物艺术 跟科技艺术 大家听不懂 对吧 听不懂 所以你要如何让 大众可以更 亲切的 去感知这档展 我觉得这个 可能就会是 公关的角色吧 就是我们有一点点 像是一种 润滑剂的角色 我们要 把这种 比较 坚硬的 或者是比较 深色的 题目 或者是 它的议题 然后把它 变成说 我可以很轻松的 跟媒体去聊 这件事情 或者是 透过媒体去跟 大众沟通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会是 我们的课题 跟很重要的 一个工作 因为如果 我没有 在这段 这个期间 把这些事情 传播出去 而且是以 比较亲民的方式 传播出去的话 其实 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一档展 都那么辛苦的去筹建了 那没有传递出去 其实是很可惜的 真的真的 因为毕竟如果大家 并不知道这个展览 现在举办的话 那其实就 变成说 就没人来看 那其实就是 整个前置作业 虽然就 就泡汤了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压力很大 对 而且现在的媒体的形式 又跟早期不太一样 早期就说 偷偷新闻 偷偷报纸 结束了 现在没有 现在就是一大堆新媒体 然后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媒产 有网路的 网站的 blog的 ig的 然后像现在又有podcast youtube等等 就是哇 各式各样的形式 我觉得我们每天 好像都要学习 就好像每天自己都在上课 就说 现在有新的 关键字 OK好 我们来研究一下 什么是关键字 什么是联播网 然后叫 与时俱进 对 然后可能就像是 比如说 IG最近又退出了 REAL的工作 对 对 之前就要 然后发发post就好了 然后有多了动态 还要多一点story 对对对 然后REAL你还要剪辑 对 然后还要配音乐 我的工作量就越加越多 对 而且你要在很短时间内去学会这些技巧 你才能够透过这一个管道 去把它推出去 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是 像我是公关 然后思安他是我们的组长 那甚至我们还有小编 对 小编他是需要最前线去学到 这些技巧我觉得他真的超强 对啊 就真的是变成说脑袋要跟得很快 然后而且学习力要真的很强 对 而且要知道说如何去运用这一些不同的媒材 去帮助到这个展览的推广出去 嗯 这其实就是对背后其实一张展览的推出 其实真的需要很多人一起同心协力才能够完成 对 而且就是刚刚他们这边主要是展览的统筹跟美丽公关嘛 那其实背后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还有像是展览组的同事 嗯 然后还有等等然后背后还有很多的顾问群啊 甚至日方那边的对 哇这么大一个群体 然后才把这个展览给诞生出来 对真的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想要来聊一下这个展览的源头 就是这个一开始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展览 想要开始在台湾举办的 因为我知道说他其实在世界各地其实已经寻回好多地方了嘛 对 像是东京啦 像是上海啊等等 对对对对 而且每个地方的展展览的形式 或者是说他们展出的一比一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对 像据我所知东京的话是一比一也是光石教堂 对在户外 但上海的时候就变成水之教堂了 对 每个地方的呈现都不太一样 嗯 对 那么请示范跟我们说说这部分呢 好 那其实我觉得中泰美术馆会做这个展览 其实跟我们就是一直以来的脉络是很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的议题就是在探讨城市跟未来这两件事情嘛 所以从我们美术馆 我们美术馆今年五岁嘛 那其实在美术馆期间 我们就一直都在做跟建筑有关的议题 从之前我们是在谈像是终生代的年轻建筑师 所以我们可能也有介绍到像是日本的建筑师 像平天晃酒啊等等的 那也会去探讨不同像建筑思潮 之前基金会我们有做过代谢派未来都市展 然后前年吧我们也有做那个SOS 对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安藤老师他第一次接触我们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展览 对 最早是在2013年 好像2013 13年我们那个代谢派未来都市展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其实 安藤老师他正在协助就是 亚洲美术馆的新建 对他其实很常来台湾那段时间 所以那时候就因缘计会之下 他就有参观了我们那个收集金会做的这个展览 所以因此就有一点算是接上线 对那其实那个展览 因为也是在介绍一些日本的一些思潮跟文化 那老师去看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发现 因为那个场地其实它是一个 有点像是之前的闲置空间在利用 就是中战创地旗定 所以其实原本一个闲置的空间 他要能做到比如说恒文恒诗 或者是展出日方要求规格的展品 那他其实就觉得好像我们美术馆是 有点这么能力可以做到这个展览的规格 所以那个时候算是对我们有点印象啦 结下友好的缘分 没错没错没错 那因为后续就是也是陆续就是有 大家建筑 我觉得建筑圈其实很容易互相交流 那我们也办了很多 不管是像平田 我们也办了魏延武老师的展览 所以其实就有在想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邀请老师 再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19年我们就做了 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这个演讲 对然后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 其实都已经在中泰美术馆 然后对对对 然后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应 因为那个时候说要做的时候 我们就在找场地 然后我们就找了TICC 大概三千人这样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点就是想说 好那我们就来准备相关的事情 没有想到就在开放报名的那个第一天 就那个电脑就当机了 然后十分钟之后就耳慢了这样 对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 哇原来老师他的魅力是 是这么大的 对 比讲演唱会还好更难 对对对 然后其实在那个机会里面 我们也因为这样得到更多了解老师 他的一些景 因为其实老师他算是飞科班出身 然后他又透过很多的努力 去完成他现在的成就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建筑方面 或是他的人生方面 其实都是很励志 而且可以提供给很多我们年轻的 不管是学生或是年轻的建筑工作者 一个很好的开模吧 我觉得 所以也因为这样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有跟老师说 那这个17年在国立新美术馆 这个展览其实很棒 因为演讲中就有时间限制 也有作品数量限制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展览 就是移到台湾 对那其实很早就在跟老师谈 我记得我们总监有说 可能2020年其实就在谈这件事情 对但是就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又需要克服很多的关卡 然后去把这个作品呈现 那当然第一老师其实 我觉得他算是世界很顶尖的建筑师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把这种国际的东西 带到台湾 那另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把老师的这种人生故事 他非常不畏惧各种挑战 即便有经历比如说身体的痛苦 或者是各种不一样的经历 然后去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他们的观众 对那我们也其实蛮期待就是 能够不只是建筑界 甚至是艺文圈啊 或者是其他领域的观众也有机会加入 因为其实有时候建筑 我觉得相对领域蛮线索的 对 对然后只是这个展 因为安藤老师他也有横跨到 像是旅游啊 大家在乎内海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反而我们觉得有机会 可以让更多观众 去了解一些建筑文化的一些内容 对所以才有机会 找他来帮我们做这个展 有柔性也有软性的东西 你才能让更多的人去看到 你的议题或者你的展览 因为我相信安藤老师这个大事的名字 在台湾上 我觉得相对其他的建筑师来说 对于大众而言 应该算是比较熟知的名字了 对没错 像安藤东雄或易东东雄 因为毕竟像是有亚洲美术馆 对 然后或者是像是台中歌剧院等等 所以说我相信已经算是比较 能够接触到大众 大家可能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 大概有印象有听过 对相比其他欧美系的建筑师 可能真的台湾人反而比较不熟悉啦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 真的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然后而且加上 真的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对因为我觉得 我在想说疫情的状况下 其实我就很好奇 你们是如何筹划这个专业 因为像你们刚刚有提到说 一周开一次嘛 但是因为像是安藤东老师 或者是像他们策展的顾问 总顾问 他也都是远在日本 他变成说有点像是 就是远方操控你们 这样子去进行吗 还是说你们台湾 其实也会有个接口 去两边去做协调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我觉得还蛮困难的 因为其实那个那段 我们在布展那段时间 是台湾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所以甚至我们同事也有人确诊 所以就是 不管是在跟日方联系 或同事间的联系 其实都蛮不容易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还有分流 有些人居家工作 有些人在展场 有些人在美术馆 然后尽量不要接触到彼此 因为我们只要失去一个队友 我们的战力就会减弱这样子 对那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日方其实很相信我们 我们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事前有先妥善沟通 然后我们每天 我们都会把布展进度 回报给日方 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意外 因为其实过往 我们也跟很多日本的建筑师 或者是艺术家 其实他们非常严谨 有时候会要求很多细节 或者是授权也会比较严格 可是我有发现 就是这次在跟日本的 这个团队沟通的时候 他们是很开放的 就是可能也因为我们过往 曾经合作 不管是讲座或是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们其实有信任你们的 我觉得是有一个信任关系 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太担心 说我们是不是没做好 或者是有问题 那甚至是 因为其实行销 我们就会一直跟老师说 那老师这个图可以 让我们可以干嘛一下吗 拿去授权做活动啊 或者做商品等等 然后其实老师 基本上我们提出的愿望 他都会尽量的满足我们 我觉得还蛮感动 我觉得信任关系蛮重要的 是是是 我相信一定是 而且加上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因为毕竟 如果大家有去过松烟的话 其实应该都知道 他这些每个仓库 说实在话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到特别大 但是你们 如果大家有实际进去 看过这档展览的话 就知道说 展品之多 三百多件 大概想说哇塞 怎么办法再一个 就是这么 说说小吗 就是应该说 比较被限制住的空间中 去塞入这么多的展品 相信这背后 在车展的方面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对 现在你这边分享一下吗 我好像比较少会碰到 就是有关那个展品挑选的事情 那我这边有听总监之前分享过 他说其实2017年的时候 东京新美馆的时候 他其实展出的作品 就已经算是很大量很大量了 那当然来台湾 这个机会很难得 所以其实还是希望说 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尽可能的 把安恬老师 比较重要的资料 都还是带到台湾来 让台湾的观众可以看到 所以听说在挑选的过程当中 就是哪些展品要进来 然后怎么样去规划 可不可以极大化等等 而且你知道中间又塞了一个1比1的 对 没错 光之就好 等等的 你那个空间的运用 真的还蛮背脑筋的 对啊 就变成说 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 资质型 就是一直折 一直折 一直折 然后让你把这个整个展场 算是切了三四三四段 对 然后让你会觉得 一直绕一直绕 一直绕 会觉得说 好像就是一直都有新的东西可以看 不会觉得说 好像一望到底这样子 所以就会其实在游走在那个展场中的时候 其实你会一直都有这种新的发现的那种趣味感 而且它其实在整个策展的编排上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 就是它是从它非常早期的可能像是住宅的作品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带领大众去看到更多 它不一样的尝试 然后不同尺度的作品 然后不管是像是景观也好 或者是像是它最后面的话 就是有一些像是 旧建筑在利用的案子也好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这种安全中的大师 在整个建筑生涯中 非常不同 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策展上 其实也都是富有巧思啦 对啊 就是如何在送院里面 然后可以去把这么多的商品 给就是如实 然后非常深刻呈现出来 那其实有个观众就有提问到说 就是说 一比一的光之教堂 这件事情 其实当时候 因为大家也知道 刚才其实有提到说 送院不能钉 不能念 对 所以那如何把这个东西 给搬到这个展场里面来呢 好 我可以先分享那个 一比一光之教堂 要搬到台湾来 其实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 没错 所以它是从国外搬进来的 没有啦 我就复刻到台湾 其实也蛮不容易 因为刚刚博祥 刚刚在一刚开始有提到嘛 就是 安恒老师的这档展 它其实从2017东京开始 那其实它陆续巡回过很多的国家 就是它有去过巴黎 然后去过米兰 然后又去到了像是上海 然后北京 那最后最后这一站 就是巡回了最终的展 来到了台北 那当然 在那么多的地方 它空间上面都会有限制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办法一比一 复刻到安恒老师的一些重点作品 那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当初 当然也会希望说 是不是可以把安恒老师的展 就直接是放在中泰美术馆里面 这件事情是 一刚开始是有讨论的 可是因为 有去过中泰美术馆的观众 应该也都知道 中泰美术馆是一个 比较中小型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又希望可以尽可能把老师的这些作品搬到台湾来 所以 当然那个空间会是有限 那不外乎我们又希望可以把一比一这件事情 我们跟老师说拜托我们想要一比一 就是这也很重要 因为 对于建筑迷来说 我自己是建筑迷 对于建筑迷来说 我觉得可以直接体会到空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 而且不容易的事情 建筑你看模型或者是你看图面 你的感受是有限的 你也需要实际走进那个空间来感受这个空间的氛围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台湾观众这样的感受 所以当初那个空间的讨论听说就是一个大工程 那后来提提提提了很多之后就提到说 那刚好松烟这个仓库 它是大概快百年的一个事例古迹 然后又是日志时代开始的 就有提给老师 老师就说好这个好这个好 所以就决定看这个空间 是 因为像我自己 那当时候因为我现在目前只有去过一次 然后是在媒体预展的时候去 那就是大家其实 大家可能是因为大家是媒体人 就是算是很急着性的 要不要整个看完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很有趣的现象 大家就是到了那光字帐航里面空间的时候 大家没有要去坐耶 大家就是塞在后面 对对对 我有发现 因为我后来就是陆陆续续还是会带媒体朋友去 可能采访啊 或者是去拍摄空间现场 不管是媒体朋友还是现场的观众 大家都坐在后面 然后就抬头一直看那个空间 所以其实就是 大家是不是没有发现前面有椅子 对 可是是不是那个空间有点黑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需要一点时间感受那个空间感 对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一进去的时候 其实就会被那整个空间感 然后那个十字下的贡献 其实就挣折住了 就顿时间就是你就静待在那边 所以你反而好像忽略了说 其实你可以去前面坐在那边 好好的体验空间 你不用站在后面 对对对对 你应该要实际感受下来 就是一个教堂它的使用功能 是你需要坐下来 然后你在看前面的那个光之教堂的 那个十字架的那个 透过那种有点像圣光的感觉 打下来的那一种 打落在你身上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这样蛮推荐观众朋友 如果有听到这一期Podcast的话 大家到了就是展览 现场前面有椅子 可以坐下来 你可以坐下来 你可以好好的去感受 不需要一直站在后面 对 这点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是后来我就 逛完一圈之后 我又再回去那空间里面 然后那一次我想说 应该没有人要拍照了吧 我就坐在前面这样 也有可能 大家是怕会有人要拍照 对 我想说是不是 因为会担心说别人要拍照 然后这样路径好像不太好 大家想要干净的画面 不用担心 因为里面很暗 所以你拍 不会拍到你的脸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其实蛮多观众他们都是 我觉得看展览就是这样 你在一开始就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很惊艳 但是你会想到 我后面还有好多展览要看 所以我觉得还蛮多观众是 看完展览之后再回来 就是终于我情全部ending了 然后我可以回来好好的 就是享受一下这个空间感的事情 对 因为其实因为大家刚进去展览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说到底会看到多少东西 所以你就会一定会有一种心态是想要 就是一次先把它看个大概这样子 然后再去选几个 你特别有印象 特别喜欢的东西再去做体验这样 对啊 但是因为像是我觉得那个 观众上非常特别 让我印象深刻的 除了刚刚就是进去的正折感之外 是因为它其实相对起来 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嘛 对 所以就是你在旁边看展览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人声啊 比较吵杂一点点 但是你进到那个观众上里面之后 就突然就觉得 哎 好安静 对 然后就是在这个搭配上 那个十字架的盛光的时候 你就是真的会有种感动的感觉 然后尤其是这样的疫情 就是一直看不到尽头 然后此时无法出国去 看实体的观众教堂 所以能在台湾去体验到这样的空间 我觉得真的也是 非常的难等可畏 对啊 然后就觉得说真的很庆幸 周大美术馆又坚持 把这个一比一的观众 来搬过来 千辛万苦 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一开始 像我们推荡组就会说 一定要有一比一 因为观众真的会很期待 可是它真的有非常非常多 现实面的因素 所以最初我们就想说 哎呀有没有可能把一比一 可能比如说放在展场外 外面 等等 但是它又有很多限制的 因为松烟的空间 它有一些地板的冲量啊 等等的限制 然后后来我们也曾经一度 已经要放弃了 就想说啊 就是好像就没有了这样子 结果有一次就日方的提案就来了 然后就哎 哇 里面又出现了 然后我就觉得好兴奋 就是而且我觉得蛮特别是因为过往一比一教堂 我记得好像有在室内呈现过 室内没有 就是它在东京也是在 四万 四万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室内真的很难 因为那个教堂高大概七米 嗯 七公尺 所以你要找到可以 转七公尺建筑物的场地 还蛮不容易的 不容易 然后松烟也差一点塞不下 因为松烟它最高的地方是十米 然后它因为它又是三角形的 大家如果有去过 那个上面是三角形的屋顶 所以 大家可以想象 真的有多紧绷 好险最后还有塞进去 因为又要一比一嘛 不能把它改小一点或什么的 对啊 但是就是材质上的话 其实也算是有复刻出 就是混离土的感觉啦 因为虽然说不能是 真的混离土盖在里面 但是至少说就是那个实体的感觉 那个厚度 空间感有如实的呈现 对啊 其实那时候真的还蛮 这个我觉得也还蛮细节的 我们那时候每个材料的选择 都需要跟日方对过 我们甚至把我们要用的材料 寄到日本去 对 就让他们看出那这样子这个 这个能够呈现出安藤老师要的感觉嘛 然后去确保说 在台湾的展览是可以符合 老师他想要传递那个建筑的韵味 还有他的空间的那个质感 对 所以都是老师有亲自把关的 绝对不是庄大美术馆的 就是乱搞 就是做做做做这样子 对啊 所以就觉得很酷耶 然后那我有一点好奇 就是思安在就整个展场里面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 我自己吗 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两区 然后两区我其实也过往也曾经造访过 然后一个就是当然就是知道的那一区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一区很棒是 他很亲切 就是对一般大众 可能你对建筑没有那么多研究的一般大众来说 其实那个区域是可以很轻松的去了解 老师的一些建筑的特色 然后跟整体的那种氛围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在最后的那个展区 就是与历史对话我也很喜欢 因为其实要跟古迹结合的建筑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我觉得那也是老师他近年来 就是很努力在尝试的挑战 那比如说他选这个松烟这个场地 也就是一个跟历史对话的挑战 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跟这个展览的 整体的空间去做一个呼应 所以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 然后像是那个海关大楼的这个美术馆 我之前去也觉得 就是他能够让旧的空间被新利用 然后把那个两个很冲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但是又不会突兀 我觉得是老师很高明的地方 好羡慕喔 我也想要去海关 大家看完这个展览就决定要去订机票 威尼斯的话现在可能暂时间还去不了 对但是因为我对那个案子其实蛮有印象的 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去过当地啦 对但是就是看到那个 因为毕竟你们在陈线上 你不只是模型跟土 你们甚至还有就是影片 对 就是会去整个介绍 整个施工过程 它是如何进行的 我觉得对于 对台湾人来说应该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台湾毕竟是个陆地嘛 所以你盖房子就无可厚非 就是车子开过来 然后灌浆什么之类的 但是海关大楼 因为那是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个被... 河啊被海围绕的地方 所以他们没有那种什么叫水泥车这种东西 他们是水泥船 对它是水泥船 你可以仔细看影片 你会看到那个工程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好酷哦 真的是因为不同的地方 然后他们的施工方法 就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去做改变 然后在同时 因为它毕竟又是一个历史建筑物 那在整个就是建设新跟旧之间 是如何去施工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你会很有感触的地方 对真的 那你很好奇 验山呢 你自己是想想这展品的什么部分 我因为我其实本身是安藤忠雄的粉丝 所以是一个粉丝变工作人员的状号 哇这样也算是美梦成真吧 就是然后人生清单可以check list 就打钩 那一种状况 我自己最喜欢其实是老师针对他的家乡的那一区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展区总共是分成四个主题 那第一个主题是空间的原型 然后第二个主题就进到城市的挑战 那我喜欢的作品其实是在这一区 有一个叫中指导计划 然后中指导计划其实就是在老师的家乡大阪这个区域 那中指导计划也是老师非常早下 好像1989年 1989年 对我出生了那一年 哇 我好像自爆了自己年龄 没关系 就是他在那一年去做提案 那这个其实也不是所谓的什么净土 而是老师他针对自己的家乡 他有一些想法 然后他就是提出来 然后提供给他的家乡的可能像是政府单位去参考 那当然这个计划 因为1989年的时候提出来 他其实后续是没有实践的 他其实只是一个提案 可是我觉得在这一件作品上面可以看到老师对于他的故乡的一些情怀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行销人 然后我需要 可能我就只是看到一个品牌 然后我忽然就对他提了一份可能一百多页的提案 这种事情是很难得的 但是那就是因为你对于这个地方 你有一些情怀跟一些热爱 你才会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老师的展览 就是从一刚开始你去看 到最后的与历史对话的结尾 你都可以看到他这一些情怀在他每个作品里面被呈现出来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中枝岛计划 我觉得我自己对中枝岛计划印象深刻的地方 是在于就是现场有一个超级长的图 没错没错 两幅超级长的图 两幅两幅 对 就是你真的是一转 就是你从光照行走出去的时候 你就开始才会看到 尺度开始慢慢的变大 对 一开始是住宅 然后开始出现一些佛寺 然后城市都市计划 慢慢变大之后 突然间就是望路连连人 就是一个超长的平面图跟剖面图 这个很震撼 就是是使用广角 你手机用广角 也不一定可以好好的排进去 排不进去 没错没错 我当时候是直接是开动态 然后是这样从左到右 录影的方式 才有办法把整个东西给录到整个画面里面来 这个是媒体场才有的特权 因为没有其他人吧 一般观众只能拍照 对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看到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说 哇 很激赏之中生猛感 因为你现在要我们去画出一个这么长的 平面图或剖面图 真的对我来说 我自己都会逃避 就是我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就是安德忠宗老师 他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 跟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是真的是把它用一个很大尺度的图面 去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惊人的经历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需要对这个基地很全派的了解 他才能画出这么长尺度的一个作品 是 对啊 因为如果你对于基地不够了解的话 其实我自己觉得在画建筑图面 或者是你在做一个建筑设计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要对这个风土明星 甚至他周边的一花一木一草 或者是有核啊等等的 你都要非常的清楚 那那么大那么大的图面 其实就是贯穿了中之道 那那个空间尺度该有多大 大家其实真的要实际去看过你才会清楚 那我觉得就是你要非常的了解这些细节 你才能画出这样子 这么全面的 的建筑设计稿 所以我才会说老师他 对于他家乡的情怀 跟他的热爱 可以在作品里面看得很清楚 是所以就变成说 真的不只是建筑人 或者是真的台湾大众 其实真的都非常值得去看这一张展览 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案子之外 现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图面跟模型 我觉得真的是模型 光模型这一点 真的就超级值得看了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之前就是我们有那个 就是在现场同事就有回报 因为我们站有分四个主题嘛 然后他就说啊有一个观众就是 已经在第一个主题 就是待了大概三四个小时 我就在想着 哇他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看完整个展览 因为其实这个展览你可以看很快 但你也可以看得很细节 因为他每个东西 其实你一个影片你肯定把它看完 或者是一个模型 你把它的细节都理解完 其实是真的很丰富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 可能大众看的视角 跟我们建筑人看的视角 可能会稍微不太一样 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可能因为我们公司会开主会 然后就刚好这个礼拜一 就有一个同事 也是分享他就是上周末去看这张展览 然后他就说他在现场的时候 他花了非常多时间 他其实看的不是模型 他在看图 然后他在看的是那些很细小的尺寸 就是比如说隔热多厚 然后是毁土多厚这样子 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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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已经变成说 其实建筑人就变成说 已经不是在看那种大的美的东西 反正是去专业 专业很多很小细节 就是很想知道说老师到底怎么去收那些边边角角 或者是一些材料 怎么去收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才是真的是一个建筑能做好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真的 对 所以变成是说就不管不只是 因为模型可能是for大众 大家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案子 但是因为像有些工程图 就变成说建筑人你也可以看得很细 所以我觉得这个次的呈现 其实不管是对于建筑有兴趣的热爱者 或者是对于建筑真的很资深的人来说 其实都会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那我也很好奇 燕山能不能说说 就是在social media上面听到一些 看完展览之后的一些回馈 social media上面 我觉得回馈最大的大概是在媒体导览的李清思老师 李清思老师真的对安藤很有热情 李清思老师他是担任我们开幕记者会的专家导览的讲师 那这场结束完之后 其实老师他在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就陆续续分享过很多 他一刚开始是分享安藤宗雄的这档展览 可是他分享完之后 他会陆续续再补充他对于安藤宗雄的一些看法 甚至是他实际有去看过了安藤老师作品的一些想法 然后老师还陆续续带很多朋友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档展览 他有值得被一提再提 以及一看再看的地方 所以像李清思老师这样比较德高望重的建筑学者 他也会不断的带朋友来 然后从不同的面向去看 然后我如果是提到朋友 就是一般观众的话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然后我大学同学 他忽然有一天就截了一张图给我 在社群媒体上 他截图给我 他说你们这档展览真的做得很用心 因为他有一个朋友的妹妹 然后好像平常不怎么去看展览的 他有特别去看 然后他看到那些细节 他觉得还蛮感动的 那其实你知道 你从别人的口中去听到这件事情 你内心会是受感动的 因为他是特地截图 然后跟你说他的谁谁谁 有去看了这档展览 然后给你一些回馈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进来中泰美术馆之后的第二次 第三次有这样的状况 可是大学同学截图给我 是第一次 因为他不是这个领域的 他不是建筑 他也不是那么focus在艺术领域的 他就是行销相关的人员 可是这件事情竟然是连可能不是建筑领域 也不是艺术领域的人都有在讨论 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鼓舞 对 就是变成说有点像是 终于跨出同温层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终于有成功推广到更多人 去对建筑这种事情 是有产生兴趣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 因为其实观众进到展场 他看这些作品 其实有时候还是会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进入状况 所以这次我们也有特别就是规划一个 免费的语音导览 对然后是找 因为找谢哲勤老师 那他其实是 他的讲法就会比较亲切 然后是让大家更能够去 有点像说故事 然后去带大家去理解这些建筑的内容 然后我觉得那个 对其实比较非专业领域的观众 是蛮有帮助的 对 所以这些策划想 就是当时候怎么会想到 说要有这个语音导览的系统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跟UDN请教很多 因为其实UDN他们之前做很多这种 在不同的场域做这个展览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子母机好像是一个风险的台语 没错没错 因为你如果带子母机 其实你需要消毒等等 那还是会增加那个接触 任何接触的风险 即便我们再小心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 那有没有无接触的可能 对所以我们就 其实自己 之前我们美术馆就有这样的服务 就是用 你只要扫描 那个我们加入我们的一个line 然后扫描QR Code 就可以开始听语音导览 对那其实这样的方式 就让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装置去聆听 然后也比较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 那一方面也不会群聚啊 因为只要 其实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还是会办一些 专家导览 就真的会所有的观众就围绕了 那如果有些观众比较不喜欢 这样子近距离的接触 那其实语音导览就是蛮好选择 因为你不需要跟人 有太多的那个近距离接触 对 那我觉得这个系统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就变成是说 你不只是在当时候 才能听 因为像是你字幕机的话 你还回去你就不能再听了 但是line的系统一直在那边 所以这就是 因为像是之前去看那个展览 所以我有时候回到家 所以我有时候回到家 突然间说 刚刚那个东西 好像没有听得很清楚 再按一下 再按对的数字 所以又可以再听到 对 就因为有印象 好像是几号 然后再按一下这样子 就再听一次 对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其实说到挑战这样的展览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名字 其实也相信 也会蛮好奇的 就是为什么是叫挑战 那能不能请斯坦 跟大家听众们大概说一下呢 挑战这个名字 其实是老师 他那个时候 为这个展览去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挑战 是非常非常可以符合 就是老师 不管是他的人生 或者是对于他的整个建筑的脉络 对 那其实 我自己 安藤正永老师 他其实在自己的自传里面有说过 就是你活在很严酷的时代 你必须要怀抱着自己去创造那种很强韧的意志 以及在任何困难下仍然迈步向前的那种很弯强的决心 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达成 就像老师他其实近年因为身体的因素 其实他是有很多栽掉很多器官 但他还是继续迎向他的这个挑战 然后保持着一个像他自己有说那个青苹果的那个热忱 然后我觉得那个那是很激励人心的 然后你不是一个专业领域出身的人 你也可以有一天成为像安藤老师这样的人 因为老师也是从拳击手 然后变成建筑师 还得普利斯科建筑奖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那个 那个他不畏艰难的这种挑战精神 我觉得其实反而除了是老师的建筑之外 我们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可以传递给大家的 对 那燕珊呢 对你来说这个展览的挑战是什么 这个展览的挑战 我自己理解老师的挑战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保持初心 其实如果大家到时候去看展览 一刚开始的入口 他不会是直接就进到所谓的主题空间的远行 而是你会先看到一面墙 那这面墙上面当然有老师的续文 然后老师的介绍 还有一颗青苹果 对 老师最爱的青苹果 最爱的青苹果 那青苹果其实它下面呢 它的台座下面其实有一首诗 是一个美国诗人诗 然后那个诗的title就叫青春 对 那其实青春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不畏惧艰难 然后为什么是青苹果 不是红苹果 是因为青苹果它是一个正在成熟过程当中的苹果 是 所以它是拥有青涩 而且又比较谦虚的状态 所以老师为什么会提青春 而且又是在 其实老师他在早年 好像是没有提过青春这个词 而是他近期才开始提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他 像刚刚斯安有提到 他近年来可能因为身体上的一些状态等等的 经历了非常多 所以他在面对人生课题上面 他有了一些新的领悟 所以他才会提青春这件事情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这一档挑战的过程 我觉得就是保持初心 如何去维持你的初心这件事情 那这一个初心其实 我的感受是青苹果就是那颗初心 你要永远保持年轻的心 然后永远的保持努力谦卑的状态 去追寻你想要追寻的目标 然后刚刚斯安有扩扎老师说过一段话 那我这边也扩扎一段老师在记者会 因为记者会老师有跨洋连线到台湾 然后跟台湾的媒体打招呼嘛 他其实有说一句话 那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说挑战就是朝自己想走的路 一直走下去 那这就是挑战的意义 保持希望一直努力下去 这一句话我觉得 它是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 又已经变成像座友明的一段话 那也会是我接这档展览的一些策划 甚至是我为什么会进来这个管所的一些初衷 我就用了这句话 所以我觉得保持初心 老师他现在已经80岁 然后即将要迈入81岁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的 一直在追寻的事情 我当下听到那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蛮感动的 因为就是经过在工作几年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说要一直保持初心 保持热忱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生活中 像现在疫情等等 就是有太多额外的噪音 会让你分心 然后让你去想很多想东想西的事情 那要如何一直在建筑这个专业里面 或者是在自己所喜欢的东西里面 一直去钻研下去 然后一直去产出热情 然后一直去保持一个活力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要跟老师学习的部分 对啊 其实就是你有点像是 一直就是比如说一根蜡烛 你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烧 我觉得中间过程当中 其实有看过老师自传的话 会知道老师这一路以来 并不是像现在大家看到他 就是非常的光鲜 然后非常受世人惊讶 他其实是非常辛苦过来的 因为斯安刚刚有分享嘛 老师是自学成才 我觉得这已经很传奇了 他自学成才 然后他当拳击手 他把当拳击手赚到的这些钱 拿来环游世界 然后那环游世界的过程当中 他就去看各种类型的建筑 包含他偶像科比义的建筑 然后给他非常大启发 那大概是好像28岁的时候 他才成立自己的事务所 那日本是一个非常以学历为基准的一个国家 他在那个时期他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 他可以一直坚持到他成名 就是住籍的常务是开始被讨论 然后到1995年他获得普丽兹克奖 这一路走来其实有非常多很艰辛的过程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那这段过程他克服完了之后 他一路以来就是逐渐的攀升 那可能他在每一个阶段 他都会碰到不同的挑战 然后身体上面也受到了挑战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以来 有非常非常多会去打灭 他那一个蜡烛上面燃烧的火焰的事情 可是还是持续燃烧着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是 听完就其实真的蛮感动的 对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 就是艳山对于 安中秋老师 其实真的了解得非常非常透彻 粉丝没有当假的 真的粉丝没有当假的 对对对 没有虚构 对啊 然后这样听到两位 就是这么多 这么深刻的分享 我相信听众们应该都 非常想要去看这张展览了吧 如果你听完还不想去看 我在那场打爆点 不要那么暴力 对啊 我觉得除了 因为真的很值得一看啦 就是从可以看到 这个安中秋老师 他在建筑的各个不同的角度 然后加上他一路上来 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其实就是手绘的图面 对 然后跟一些大量的模型 就是在我们现在 大家可能都很依赖电脑啊 绘图的时代来说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这些老师的 手绘图面中去找到一些 可能会找到一些初心吧 我觉得 就是面对建筑的一种不一样的态度 跟角度这样子 我觉得我自己看完之后 那些手绘图 其实给我蛮多新的力量的 对啊 然后也会开始去重新思考说 自己在思考建筑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如何去产出 然后如何去讨论这些策略等等 而不是就是一味的 就是在模型啊 转3D啊 或者是电脑画图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每个人看这样展览的时候 会有的反馈 或者会有的回想 一定都非常不一样 那一定是要到现场去看完之后 才有办法真的去体验到这一些 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的东西 因为如果只是在网络上啪啪啪啪图的话 我相信就是一定没办法去 真的是那么深刻体验到啦 而且就是 因为有额外的bonus 就是去现场的话 还有机会可以拿到 安德州老师A3的手绘图 我好想要 真机 对 因为在我们录音的这一刻的前一天吧 对 今天是 今天几号啊 今天7月5号 但前一天7月4号 就刚好刚有一个两万的参战人 对 就第两万的参访人 真的 就已经送出去了 没错 那安德州老师 他要准备四万跟六万 那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赶快去努力的冲刺 说不定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得主 你就可以拿到安德州老师的真机 真的 其实说实话就是第两万人 因为我们毕竟是工作人员 所以我们也会大概知道 进度可能快到了快到了 然后我就一直跟斯安说 我说 我想要去现场蹲电 我想要去试试手气 我想要试试看 我有没有机会 就是排到那地 两万名 我想要成为那位天选之人 对 可是就 就是当然 当然只是说 我们工作人员是说说啦 但 但真的还蛮开心 老师对于这档展 这个其实是老师自己的家嘛 对 我相信媒体朋友应该都有感觉到 对 有感觉到 然后在现场就说 欸我有一个想法 对 老师在媒体朋友厂的太多想法啦 对 想法超多 对 不只是这个 他还斜迫 就在董事长 对 但老师就 现场话呀 我要盖一个儿童图书馆 我觉得老师就是非常 然后保持青春的心嘛 他也是希望说他的展览 他的作品可以给更多人看到 甚至他有一些回馈 想要回馈给台湾的观众朋友 所以他才会提出 好那满多少 我就送什么 对 然后我也很想要 对啊 我相信在座的我们三位都非常想要 对 快到司班就跟我说一下 好可以可以 我们再预告一下 Cue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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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所以这一期 大家去现场的话 也有很多额外的bonus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那这场展览的话 就会一路从现在到9月13号 对 9月13号 所以在整个暑假的时间 大家都可以去一看再看 对 那这个展览就是所谓 挑战安藤中雄展 它占的地点在松山 文创园区的一号仓库 那节目部署的这个时间点 应该好 记得7月多 有其他的活动吧 那我请验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7月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 现在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安藤中雄展比较近期的 会有哪些活动的话 都欢迎可以到我们的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脸书 IG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官网上面去看 那其实最前面的话会有专家导览的活动 那专家导览的活动的话 其实6月 6月就已经有一场了 然后之后的话 我们大概在7月31 然后甚至一直一直到8月28 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老师们来分享这档展览 那可能有邀请到像是李清志老师 王增荣老师 谢忠泽老师等等的 非常多位老师 他们从不同的领域 有建筑领域的 那也有比较偏向是设计领域的人 来分享这档展览 他们如何看待安藤中雄展 或者是如何来看待挑战 那这个是专家导览的部分 好的 那相信大家有相关的活动资讯的话 大家可以去IG或者脸书搜寻 中泰美术馆都会有相关的资讯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去现场看完展览之后 你可以在IG如果有用story 或者是一些post的话 也可以去take中泰美术馆 让他们知道说你看完之后的心得 我相信对于每个策展人来说 就是能听到参观的民众 最直接的一些回馈的话 我相信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啦 对真的 那我相信他们也会非常期待 可以收到大家的一些回馈 那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 对于中泰这一档 挑战安藤中雄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好的 那我们现在非常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谢谢两位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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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